好 这边的话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SDG对战RW 应该说这场较量两边 也是开店以后的第一场 是的 伴随着我们金黄尽脆的多利多斯 我的肚子又有点饿 不管了 先来解决这场比赛 因为刚才那场比赛里面 我们是看到用出了像 约里克这样的英雄 最近新一般用的蛮多的 对 最近有很多新的套路 还是蛇女 蛇女这9.3又吸一刀砍下来 哇 你看一下SDG 三班下路 好 这三班的话 基本上感觉把RW 锁在一个固定的范围了 你想 现在EZ卢西安 然后像什么 逼着无稽哥哥出什么卡莎女警 对 卡莎女警 杰斯先拿出来 好 这个大家第一选很有士气 这个英雄容缩力是没有那么高的 是的 杰斯先抢 不过杰斯倒是也可以摆了 而另外一边的话 厄加特 卡莎 在外面 然后这边 先来个卡莎 卡莎还是拿 压压金 但是蛇女放出来了呀 蛇女反正我个人感觉9.2 9.3 她这个地位还是不太行 特别是9.3吧 9.2感觉还能玩一玩 但是真的挺强的 越来越差了 这边拿了个大子 还没有确定 最后更换 这个蛇女打下的概率也挺大的 说实话 是的 因为毕竟他已经搬了两手什么 就是对线期还不算弱的英雄 虽然说 EZ大家都觉得对线期偏软 但是他现在成型和卢仙的时间点 我觉得差不了太多 对吧 他那个时间点20分钟左右 都是打架很厉害的 要是拿AD的话 就要把蛇女的位置给敲下来了 是的 小炮跟霞在纠结 最后还是选择了霞 这样一个在前中期更能发力的英雄 这个感觉SD就是 让你用一个偏后期的AD 然后我下路拿一个 跟你说比较偏中前期 对线比较舒服的 SDG前三手还是比较稳当 两个输出点 一个大前排 然后这个前三手的话 感觉中后期能力也不俗 RW同样呀 两个输出点 一个大前排 两边前三手拿的都差不太多吧 对 看第二轮了 那两边现在杰斯的位置 蛇女现在还有没有人去打上单 我个人玩上单 我不太玩她了 我感觉上单混不住了 我一般一个主Q复达的混嘛 对 但是我玩了一次 就是削弱之后的 感觉混不了了 Poke吗 这RW圣容有点欠缺一个开团 不是等一下 这个布隆的胜率怎么回事 9%吗 这个有点低啊 这也太低了吧 不至于吧 我也感觉不至于 很少有英雄能跌破30%的 说实话 对的 这个待会再考究一下 孟爷 他应该是数据错了 后面那个73应该是13 73应该是13 布隆他没那么多登场 对因为他选取率是13 73是总场次 对 他应该是13 13的7 应该是7比13 那还可以 那还可以 50多 50多一点点 对 RW圣容是一个开团 他这个阵容怎么开团 打Poke 这又选了高拉夫 是真的开不了的 他是打Poke 那打Poke的话 杰斯要配合一个 再配合一个远程辅助 远程的这个英雄 长手的英雄 SG这边肯定是要把团开起来的 SG这边一边 一波爆发能力很强 对 狭蛇女老牛 哇 那SG这边 只能继续地加强自己的开团能力了 其实RW这个阵容 李桑卓什么东西 如果被开起来 RW这个阵容 灰飞烟灭 我觉得 打野先拿 拿个雷克赛对抗拉夫 这边中单或者上单 可以补一个强开 如果蛇女打中的话 上路大概来打杰斯 可以出波比 这什么 这个应该不会吧 先举 这蛇女如果打中的话 上单可以选波比 也可以配合老牛 赛恩墙下强开 赛恩可以 赛恩也不错 赛恩打杰斯也可以 对 因为之前我记得 有一个最火的版本 当时是那个谁 957跟我说 赛恩打杰斯还挺好打的 而且他们这边 又有个赛恩的开车 正面可以突破你开团 就算开不起来 可以把你的阵型冲散 poke阵容 其实对阵型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好 赛恩出来了 那又是蛇女中单 赛恩打上 这个阵容还拿得比较杂实吧 RW这个阵容就这么散吗 我觉得这个阵容说实话 就有点个凭本事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是 如果有优势的话 你的伤害可以带起节奏 如果军士甚至劣势的话 你这个阵容 完全不够SDG打的 刀妹 这刀妹有可能是打中吧 打上吗 我觉得刀妹打上也行 说实话 RW这个阵容选的 比较个凭本事 看三个C位的个人能力 这种阵容在LPL 包括我们之前解说这个赛季的LPL 这种阵容很难赢 不过我记得有一场很清楚 RW跟老干净那场也选了一个 看起来很烂的阵容 然后最后赢得特别漂亮 是 对吧 所以就这种阵容 在有发挥的情况之下 你会打得很华丽 我觉得他这个 胖妹格胜率好像也有点 也出了点问题 是吧 没有那么多 这个阿拉夫初期能不能做到事呢 这些不好做事 没有什么特别好配合的 因为说实话就是 当一个打野看到三条线 都不带空的时候 他挺难做事的 而且上路带空 但是上路你打的就是什么 是个赛恩 上路赛恩是很难 很难去干个事 阿达哥 加油 看一下吧 这边蛇女是带了一个虚弱 而另外边杰斯带的是点燃 带了艾黎 这边是会心 第一条就是一条火龙 全军出击 这边还 这个破罗是谁的 红色方子 现在看一下两边的一个浮温天赋 这里雷格赛带的是一个强弓 这边带强弓 原来小暂停 稍微等一下 大家不要急 来看一下这把的一个对线的话 我个人感觉好像没有哪条路 有一个明显的对线优劣势 反正三条线我觉得都差不太多 但如果拼中期打团的话 好像左边的阵容 要厉害一点 会 主动一点 这样说吧 对 就是他的找机会能力会比较强 对 然后右边这个阵容 就是 而大卫阵容可能他们要等到 刀妹跟杰斯大概两件套的时候 可能那段时间 他们或者说卡莎有两件套的时候 他们那段时间可能会稍微的 可以正面接一接 但是还有一点我刚才发现 你发现 SDG这个阵容 他们的双C都不怕凸脸 对啊 对吧 他们这个双C都是属于那种不怕凸脸的双C 那如果你凸不到C位 你凸不到后排 那么这边更厚实的前排 可能会让他们的团战打得更加的简单一点 是的 一个赛恩 一个牛头往前一站 还有一个雷赛可以帮忙给到控制 怎么看 怎么都觉得SDG的阵容要稍微好 就感觉比较好操作 比较好操作 简单易操作 可能性很多你知道吗 可能性很多 而另外一边的可能性就显得比较担保 比如说杰斯拿到了很大的优势 中期一炮弄死人 对吧 然后卡莎初期 让这个拿了几个头之后 优势息提前到来 其他的你还真的什么阿拉夫沙穿吗 这个挺难打的 我的稷儿 稷儿是什么意思 这个稷儿 说实话这个词 稷儿 也不是那么好叫出来 不是好叫出口 稷儿 你把这个稷儿连着读 读得越来越快 写出来感觉还可以 这叫出来的话稍微需要点技巧 我们现在两个人回想一下 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天龙八部 好像没有管张无忌叫稷儿的 都是管他叫无忌 无忌哥哥 无忌哥哥 对吧 稷儿的话肯定就是他的师傅 或者他的这个父辈 或者祖辈叫的嘛 真的吗 就有点害羞了 有点害羞了 有点害羞了 不提了 不提了 知名度至少一下就上来了对吧 对了 我不是 就是我看他们那个RW年会 你知道吗 我看朋友圈里面有人发 都是穿的那种古装的 好嘛 就是说武林大会 对 武林大会那种感觉 要竞选一个武林盟主 这种文化我觉得挺好 这里 直接入侵了 凭借欧拉夫的一个前妻的 这把这个赛直接赶走 他也知道了 这边SCC的眼位看也差不多知道了吧 这个应该马上就能知道了 差不多知道了 对 这个看第一波 现实推了过去 哎呦 上校 回合 哎呦 这上校过个年以后也进化了 上校感觉这个代码 是不是过年更新过了 怎么我们跟不上上校的一个思路了 一般来说 按照我们年前的节奏 上校肯定看好左边这个阵容 对呀 上校过年进化了呀 这上校不看不看菜谱 看着逼法了 对不对 逼法上校 这个期待一下啊 看一下上校是怎么理解这个阵容的 上路 这边带的还是一个不灭 这个带的不灭的话 说实话倒没挺难打 哎呦 这说实话呀 真的打不了 就不灭这个天赋啊 昨天我碰到 昨天我碰到一个不灭酒桶打上路 出一屁 就他的那个被动配合不灭 回复能力 回复能力杠杠的 有点强 这一套换血换下来 其实赛人也没亏 对吧 取逐这边应该可以守住自己的红 这边打F6直接到3 三级守自己的红 雷克赛是 雷克赛也能到3 但是感觉不太好反这个红 三级对抗的话 奥拉夫好像不太虚拟 是的 毕竟我有个红 你没红 呦 你看 刚才上路这波对拼 其实药上面啊 是赛人小优势的 所以现在刀妹 在加上兵线的压力 只能往后站了 来了 他知道雷克赛在这儿的 听到了 听到了 雷克赛也听到了 雷克赛也知道 那直接走了 那这个红反不了了 所以这一波驱逐 还是赚一个红至少 雷克赛这波挺伤的 过来 F6 漂亮 华田这波打得不错 对 他被反的不是一组红那么简单 他是一个F6加一组红 可以打一套 这边但是全攻伤害很足 华田 这波伤害很足 这一波要出声了 差点出声 很稳 雷克赛这边很稳 没有着急 这一个低听炮应该打不死 哎呦 他蛮想交闪的 但是他想想奥拉夫在这 过去换也 可能会被秀 他刚才闪现如果能A出来 杀 但是他不太确定 夏洛同时开花 这波打得可以 要死了 无济哥哥倒了 这波直接对线打击杀了 2v2 我的天哪 这一波牛头的控制打足了 两边的王牌选手 这一波的对垒 在嘎拉是拿到了 一血吃鸡 马一赠一 好啊 家伙 这一波很夸 张无济也没有TP啊 这一波好伤啊 对的 一到两波线就没了 而且这一波最伤的应该是 霞可以直接回家补一轮装 他甚至这个时候可以补萃取 这一波巨伤无比 哎呦 粉丝助力高光时刻 不读了吧 不读了不读了 哦 直接攻速斜了 看一下这里 机会把握得非常好 而且是霞和牛头同时开打的 这一波没办法跑不掉 哦 漂亮 他说在这个角度 你往左闪往右闪都不好交 牛头这个提前走位 让这个卡莎一点办法都没有 很绝望啊 这边打断了一下 拼离一套伤害 嗯 但是 哦 赛恩父系带的是那个虚空补药 我刚刚没有看到他那个组C帝 小锋在这边听一下 牛头来了 这里虚竹的侯巴布可能要出事了 这波可以打 想顶 没顶出来被别人闪掉了 但这边布隆赶过来 卡莎也在 手机给了个腹地 但自己被挂出了一个减速 还好这对手是跟不太上了 其实还可以 因为这一波是布隆交闪现挂的这个Q技能 这波只要不死人 SCC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 还可以讲道理这一波 毕竟RW是动用了四人往上冲 这一炮打得不错 这上线什么 奥拉夫一个闪 布隆一个闪 换了蛇女一个闪 KILLA这边有一个等级优势 在这边帮助中路是做了一下视野 但是现在下路的对线不是那么乐观 因为对手的 对方是出了一个攻速鞋 很早的时候 像有一些特定英雄 这种先出攻速鞋效果就很明显 这里昌宏直接是做了一个护甲鞋出来 稳 为什么 他这真的叫昌宏吗 这个 不应该叫昌宏吗 这个考究过的 考究过的吧 这个是著名LDL的这个 我们的好朋友告诉我的 为什么不能叫昌宏呢 他跟我说的呀 很好的寓意嘛 凯薇跟我说的 他说这个兄弟就是打carry型伤单很猛 好吧 但是这次还记忆还没有 还没有拿到那种英雄果 还没有发挥过 反而是他们这个下路 嘎啦 打得很不错 哎呦 卡了一下 后面有个真眼 不知道三人有没有发现 现在已经比较稳了 雷格赛现在想在中路找找事情 但是杰斯的闪现快好来了 结果杰斯死了 哎呦 直接是怼在脸上 这必死局面 看他换一个不 哎 换不了 这塔只打了一下 打两下的话应该有机会 这样的话 感觉前期 RW局面已经有点小崩了 是的 本来他这个阵容应该是一个 主打上中野 还算比较强势的一个阵容 但是现在上中野 没开花 反而是对方的中下两个 各拿一个头 现在最观看的是什么 其实雷格赛的活跃度 一直比阿拉夫高 对啊 一直在刷 然后呢 下路是对线打出了击杀 虚逐是他这个三buff开局 他应该是要主打上中野联动的 而且 K拉也有意地在帮助 几方的这个中野在做事 但是效果很差 就是一个怎么说的那种 能强开的辅助都有作用 你看布隆刚才那一波 在那个F6那个地方去游走的时候 他没办法第一时间给到任何帮助 所以还是他这个阵容啊 不够硬 对 真的不够硬 你看起来他这个上中野挺厉害 这波要做事了 这波倒是有一个时间差 这波应该可以拿下来 小鹏这里应该不敢不太敢下 蛇女不在应该不敢去了 对 这应该不太敢下 下去的话可能会死 哎 要打了 不然想打吗 但是那个赛有6级 能不能挡一下 大招躲一下伤害 哎呦我自己还是要死 他已经有6级 但是没办法 对方是几个四个人 哎 这波好拼啊 因为奥拉夫也有6级的 你那一波抬是抬不起他的 主要还是那个时间差呀 就是几方的这个蛇女正好回家 然后对方的话是三个人 可以帮助这个奥拉夫打死你 这就很尴尬了 这感觉就是文青选手啊 那这样的话 这是前期的节奏送出去一些 而且这个人头给关键的一个对方的一个核心 杰斯拿下来了 我觉得这一波是个大结合 因为毕竟还加了一条火 就RW还有个阵容 其他人拿人头 倒无所谓 但这个杰斯跟刀妹如果拿拿人头的话 他们可以撑一下中期的局面 是的 他们如果能把中期的局面撑过去 再给自己的核心选手张无忌 拖一些法育时间 那这个局面就不好说了 但还是那个问题 这把感觉张无忌 不是那么好C 好吧 他忌不去啊 就真的不去 对 如果说两边辅助换一下 或者说两边那个 能带点空吧 但是张无忌可能会稍微好发 而且我现在你仔细看 SDG是五个位置都有空 对 对不对 这强行要说的话是五个位置 来了 奥拉夫这波是没有大招的 区域没大没大没闪 直接交闪 坐过山车 敲约没了 这个应该是没了 这没大没闪 奥拉夫在也去遭遇这两兄弟 两兄跪 哎 这两兄跪能不能跑掉还是个问题 这波看一下要杀小鹏 神区跟过来 再给一个副变 烫泽了 这边点 直接烫泽了 这个闪现给 牛头也跑掉了吧 这里要杀华田 但是自己被晕了一下 窗户这边的拳 你再好好一个实话 很关键的一个实话 朗就赶过来 自己稍微被打断了一下 就已经慢了一撕 但是死掉的三 还最猛的 江桥这里和你跑掉 但是Killup 有点难了 想过来硬换 还可以双杀 还有 这波江桥 三杀 哦呦 把局面拉了回来 这个吹波Kill很关键啊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 牛头进去二连的时候 被打断 被打断了 被这个布隆的大招给打断了 他那个Q型的慢了一丝丝啊 对 而且这边的兵线 还是往自己这边推的 这一波节奏是全送回去了 这一波老牛 小鹏那闪现交得也慢了一点啊 看一下这波小鹏 小鹏应该可以走的 他有闪的话 他可能想闪现过墙第一时间 但这个时候可以交闪了 又被打了三炮 这三炮打下来配合点燃 老牛这里很关键 他被这个Killor 来了来了 就是这一波 这Killor这个大招给他 哎呦 恰到好处 太漂亮了 二连起来 这个时候没有去选择杀刀妹 然后这个尸体打死布隆之后 选来追 漂亮 这正好也是尸体 没了 对 魂没了 哇 这个比一双人拉的是太完美了 那这样阿达阿达 中期撑局面的两个人 你看刀妹 杰斯都有头了 这个局面就不好说了 是的 只要给RW把这个中期局面撑过去 他们后期无论是单代还是三个C位的个人输出 个人发挥 应该都会很强 他们就是打一个3C嘛 后期 就这个 这个局面 看SDG中心 还能不能把这个节奏找回来 但是这个江桥太肥了吧 三个头啊 三个头 4400的经济 而我发现现在的LPL更多的是偏向于那种下路打野也不去 就是到一定程度以后两边的辅助开始游 然后开始打这种4v4规模的团战ADC不发雨 晕倒 哎呦 昌红这波很危险 对方是两个人过来的 这波怎么说 直接开大了 直接给大招帮起来了 但是这边在闪天过去以后没有任何的技能 据有这一炮 痛痛痛 化剑再拿一个头 哎呦 还晕下你的尸体不让你补兵 这样的话 而达伦他们这个上中野就开始发力了呀 下路想过来越吗 但是这两个人塔下没那么好越吧 哎呦 丢头 这波有点小失误 SDG他想把下路的优势再扩大一些 他现在上中野已经是 武力在去管了 他想把下路的优势再扩大 但是 也不好推啊 他这里就强行拿了一个镀层 而且手机也往下靠了一下 刀妹上路挖矿挖的很爽 继续挖 这刀妹要有点无解肥了 这个刀妹看得出来啊 熟练度很高 301的数据 还能拿个下路先锋 二打轮的节奏全回来了 也就突然一波啊 突然一波的三杀 对 把局面全打回来了 刀妹这个英雄在中期 他能够早早做出一剑半 倒两剑套的时候 他会非常的可怕 是的 本来二打轮的阵容是没什么先手的 但是刀妹如果肥 可以无脑冲 他无脑进去打些什么 再加上还有一个陪他一起无脑冲的奥拉夫 对 然后你阵型如果被冲散了的话 卡莎就有机会了 这个确实支援速度方面 RW要更快一些 上路也不敢来抓啊 感觉两个人来抓 有机会吧 开始撞到 这里有机会了 大人头 江桥的 这里应该是死了 平头被雷克赛拿下来 这种强攻的一个赛伤害是挺高的 都能够把这个中期的节奏找回来 如果你要说这种纯粹的军事的话 我还真的是更看好SPG的阵容 就他们在中期会稍微厉害一点吧 对 但是也要看着RW三个C位在团战里发挥 因为RW他这三个C位如果拖到后期 他们毕竟输出在那摆着上 但还是那个问题 他没先手 而且脆啊 牛头这种你敢冲进来 如果牛头玩得好的话 其实RW这三个人都挺被牛头克的 就上次你不是说吗 其实杰斯的使用者 玩得好的杰斯是 要继续敲人的 不是说单纯的在后面去打一些Poke 杰斯这把拿出来 没有看懂他这个一个 他是觉得打蛇就好打一开始 是不是 因为是对方是先拿了蛇 然后这边瞄选了一个杰斯 反正杰斯感觉跟这个阵容 还是没看出一个搭配 或者说他们主要是想打一个上中野 因为这个上中野看起来非常强 刀妹 奥拉夫 杰斯 这看起来感觉非常的强 但是下路的优势要被扩大了 下路已经开始拿塔了 一学长拿下来 驱逐这里这个峡谷先锋还是没放 这个时候要放了 三人在里面盯着出来 这里必须要强拿了 等不了了 因为下路塔已经掉了嘛 这个时候峡谷先锋最次 要给你兑换一个塔 对 至少得把这个上塔拔了 给江桥解放一下 让江桥回家 那他还不如早点放的 早点放还能吃两个肚层 对 对吧 因为上塔很早 回家多装备 这里是峡谷先锋赶到上路了 峡谷装备很好啊 15分钟 快到两进套了 还要打不到他这个阵容 就是要控龙打 因为他这阵容没先手 他只能逼龙打 然后把对方逼过来 对吧 然后我再给你打团 好痛好痛 哎呦 好痛好痛 伤害还是高的 对 这边开始中路小抱团了 而阿拉夫开一个狼头野区 去驱赶一下赛恩 中路是想拿这个塔的 蛇女这个位置很危险 5个人包过来了 由头过来给一下威射力 那这样的话就不亏了 毕竟你5个人来的嘛 对吧 我这边也是4个人把你吓走 现在RW有点超级暴团啊 对 他们现在想利用杰斯跟刀妹的一个 伤害能力吧 或者说杰斯的一个现在扣克能力 想打打看 那你这样其实是比较耽误卡莎的发育的呀 卡莎刚才冲路抱团这段时间 没发育到什么东西 所以RW的想法 还是想利用杰斯跟刀妹 把中期的节奏带一带 撑一撑 然后再让卡莎混起来 但说实话 RW这把节奏已经不错了 前两条元素龙都是自己拿的 RW现在节奏其实是领先的 对 现在这个局面 我个人感觉RW是领先 小优一点的 因为明显感觉到 他们现在在主动的抱团做事 虽然说他们没有什么先手 但是他们可以把对方逼过来 是的 然后再利用元素龙啊 这些地图资源 再给对方做争夺 不过现在要看的话 下一条火龙很关键啊 我觉得现在SDG的打团 他们有个问题 他们必须要combo连起来 就什么老牛啊 蛇女 赛恩 他们得把combo连起来 这个他们这个阵容才厉害 如果你把第一波的combo 或者说大招全丢了以后 打散团 或者说打这种残局 就各自为战的那种 如果残局的话 RW是阵容太厉害了 是的 所以SDG他们现在想要赢团 老牛赛恩 蛇女的combo 必须要连得非常的好 就一波得把对面按死 哎 你至少得把对方打残 或打死一两个人 这样你的团战才好打 现在SDG他们要考虑一下 这个团战怎么接 是的 因为这边已经开始提前 落位做视野了 就是这波火龙团 对 RW这一波火龙团是要接的 因为刀妹杰斯都有装备了 还好照了一下 这一波RW他们想要把对方逼过来打 现在杰斯这个破口能力 好像SDG有点吃不消 是的 而且利用你真空7 直接过来逼中路的防御塔 由头来的RW也被秒了吗 这一波赛恩配合老牛进场 但是这方前排 还是先杀了一个布龙 还不错 这边直辆地雷下 没有打发 哎呦 华田这个点燃怎么这么痛啊 这点燃应该是伤害的 江桥来了 江桥来了 这一波RW要反打了 昌虹这边反身一个Q 这里的话 中路的华田交了一个闪现 江桥的闪现也被逼了出来 没有错了 能留人吧 昌虹这边好大 好大 好大 这里要晕到一个 哎呦 这个实话 把卡莎给晕到了呀 这个他们 卡莎刚才那一波 已经交掉了全技能 这一波很炸 这一波很炸 本来是二大流一个反打的机会 但是错误地估计了他们的伤害 这昌虹这个赛恩 扛了一万个技能 而且这个赛恩是什么 忍者邪 反伤甲 然后再加一个学手 这个学手谁能想到啊 那个赛恩好大 真的好大 是个大司机 那这样来看的话 SDG已经有点小优势了 这一波 防御打得好呀 他们首先第一波是赛恩 跟老牛 把卡莎的全技能给打了出来 是的 这一波无尽哥哥不好进场 然后 进表场 他的大招都用过了 然后第二波的话 又是赛恩扛住对方所有伤害 你看这一波 这一波首先老牛开得很漂亮啊 看老牛 哦 是倒钩先拉到的 哎呦 这一波漂亮 对 这波是霞的倒钩先拉到的 很漂亮 这把 SG的下路确实打得漂亮 准备夹起来 但是后续这里还想接 第二时接二达瑞想反打了 但是还是这个问题 把所有伤害 你看全打了 你看霞 霞这波就很漂亮 就是说到 他们的两个C位都不怕你凸脸 对 所以就很尴尬 伤害全打三人身上了 全打三人身上了 这一个腹地接石化 卡莎直接没了 很伤这一波 乌鸡哥哥没人头啊 发育太差了 而另外一边 霞已经两件套了 这样的话 达瑞这一波很强势的攻势 被对方抵挡了下来 这个局面 我还是执着于这个中塔 但是现在 第一这个中塔可以放了 他们就想利用杰斯 在那边打Poke 打打炮 然后把这个中塔拿下来 但是这个中塔拿的代价 是有点太大了啊 刚才是被打了一波 这个仪少换多 刚才是几换几啊 死了 死了个赛恩 死了个牛头 对吧 那边死了三个人 对 反正是RTG转 对 那边死了三个 刚才是刚才换三 哎 这里要杀姜乔 漂亮 利用队友 对手做了个位移 但是对方好像杀一决 伤害是交了大招 以及闪现 这波如果杀着了 姜乔 姜乔没了 好 这把RTG 下路这边能跑吗 对方是四个人 感觉包过来的话 有点跑不掉啊 要包要包 这一波必须要包 这波肯定跑不掉了 必须卖 想想怎么卖 开掠食者了 想打吗 先杀后排的没血的人 这一炮打到老牛身上 奥拉夫妮在对前面 能跑一个是一个 在那边三个可以来 队友来了队友来了 这一波可以反打 这里要打了 队友俩跟GALA赶过来 这是没有人理由 没有人抽 没有控制了 实话给一下 闪现顶 要杀对方的前排 布鲁基倒地了 这边花钱肯定也很难受 想换一个 但是差一点伤害 说实话 这个阵容还是太杀实了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样 两个前排在前面 能够受太多伤害了 太瘦了 而且他们两个C位就可以 无压力输出 反观RW这里 每个人都时时刻刻 在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反正阵容感觉 打起来更简单粗暴一些 操作起来 简单一上手 RW还有一个阵容 要打出这种效果 而且还有一点 容错率高 对容错率真的高 RW这个容错率几乎没有 像刚才 就是赛恩在草丛里的 一发蓄力Q 然后把整个的局面 给扭转了过来 对 还有一个很关键点 就是这个江桥 他前期三杠零 你看现在 严死三次 对 江桥他这个前期刀妹 无解肥的节奏 一直在断节奏 然后SDG就把这个局面 又掌握回来了 我想一下 一般刀妹出息肥 其实他真正的发力点 还是得把那个什么血手 或者聚酒掏出来 对 两件套 真的两件套 一个三项的刀妹 你看他这个拖了好久 对 因为SDG控制太多了 不给你去飘逸 秀起来的机会 扎实 七八分钟 没有更新第二件装备了 是的 蛇女啊 侠啊 这边一直在更新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RW这里 吃经济的人太多了 对 对不对 这里每个人都需要吃经济 那你已经拿了三个头了 其实不会有太多的经济 分配给你 SDG这里就不一样了 三个人舞蹈抱团 另外两兄弟 你们舞蹈发育 对吧 需要打架的时候 我们才来打 对吧 就是有人当大哥 有人当小弟 对 大哥肥就行了 那边两个小弟 现在很闷 三个大哥 现在正在争头把交易 RW三个大哥 都想当大哥呀 现在中路大哥呀 中路6-3 但杰斯打的现在 就没有前两分 两三分钟 这嫌那么厉害了 这是个后面打枪的大哥 不是冲上去 带着兄弟们一起 冲阵的大哥 这就比较烦了 现在主要是SCG他这个打头 一点不讲道理的 是的 过来冲在你脸上 你给我 这边扫了一下 看到了杰斯 那上路的一塔是没了 现在刀妹在下路继续偷发育 现在只能让刀妹去偷 如果刀妹能带到这个塔 第二 我听到了一个开车的声音 再往下路赶路 哎呦发育弯来了 讨厌车技 这个时候请配胸一路向北 哦不对 这个我还以为你要 上北下南 下面是南 一路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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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这种显示错误的时候 会摆出来 所以啊 因为我们这个 在比赛里面才能看到的 对 现在的话 风龙刷新SDG可以过去轻松打 张无忌这边只有两件的 张无忌这把太穷了 没办法呀 他也没来过 下路对线自己没打好 哎 这把确实他对线没打出来 对 对线那次击杀 这嘎喇这个侠还真的有一手的 他这个侠要无尽了 你敢信 24分钟 他是下路 对线期的时候是 他同时和牛头开始输出的 然后中路那一波 又是一个极限倒钩 拉住了这个侠 对 拉住那个卡沙 拉住这个卡沙 所以他这把侠真的很关键 野区的资源现在也守不住了 现在就看SDG怎么把这个优势 转化成顺势吧 现在需要利用远古资源 野区的视野优势 逼一逼 埋伏一下 现在他们打团是无限领先的 对 在对方那个刀妹 卡沙 这现在装备都落后 落后一些的时候 现在就逼团 这一个AD倍领先快3000块钱 打野倍也是领先2000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现在RW单代都不太敢带 因为SDG抓人的手段太多了 留住你的话根本跑不掉 把RW这里抓人 他这个单代带不了 他现在你看这个河道过去后 没有任何视野了 对 他们的视野压力现在非常多 他现在完全发育 就被压缩在很小的一块区域 现在领先的什么 上路当位领先 中共领先 但是赛恩又不要钱 对不对 赛恩落后1000 跟没事人似的 跟没事人一样 对 反正他都是出这种纯肉装 而且再加上这一把 RW是一个纯AD阵容 那这赛恩你看赛恩的装备啊 我的天哪 补了个大兵心 相当变态 这个赛恩太变态了 这赛恩往里一战打不动了 这谁敢惹啊 虽然我的战绩只有138 但是这个往里一战就是那么扎实 这把昌宏你别说他存在感还挺强 非常强 他前期有点小崩的 现在过不了河道 过不了河道的话 就整个野区的视野 你是不可能抓的 这有SEG差点没土龙 土龙也可以尝试抓大龙了 是的 还有这种打大龙很快了 三件套的这个侠配合蛇女 蹭蹭蹭就打掉了 现在这个团价RW是千万不能接啊 这个接了正面是100%打不过 香桥的血手做出来 但是他现在已经砍不动对方的前排了 而且他血手出来了 不要忘了侠是已经三件套了 没用了 他已经没用了 好 这个时候全技能的时候来中路逼你 你是不敢在这里守的 一炮打到两个后盘还可以 还不错这一炮打的 挺有准头的 然后回过头再做一下视野 再逼一逼你 就这样不断的消磨你的耐心 是的 然后找到机会就抓大龙 要不就找到机会直接开团 可惜就是没土龙 一炮没打到 这波中路是想开的 雷克赛已经往前赶了 这里再找了一个车道 逼到了中路的小前赛 顶在前面 肠虎好肉啊 胡子打出来 但是这边 这一波可要疯 刀妹打得不错 刀妹打得不错 但是这里 马赫顶在最前面 雷克赛已经没秒了 这波要反打了 张鲁锡的数损拉满 马赫这里可能也跑不掉 这一排CG一波莽撞开团 走到了一个死亡通道 这一波开团最重要的是什么 蛇女和侠都跟不上伤害 后排被刀妹打住以后 所有人都在想着自保 然后对方全在打你的前盘 你的前盘是白死的 然后那个负责开车的人 居然无视的跑了下来 酒驾 开过了 因为他这个开过 对面在转龙 这一波过去蛇女有闪 然后侠也有闪 这一波存在一个移小的打斗 但是蛇女的蓝 有蓝buff 有蓝buff 这波存在一个移多大小 蛇女闪现出来 还没有招击 没了没了 被打下来了 主要蛇女的侠没大 要不然他们俩可以打的 哎呦 我的天 但是没队友能跟上呀 侠来了能输出一波 能再打出一个 不敢了不敢了 你们没有视野 如果那个草里面有一个眼的话 其实侠还可以再A两下 那这样的话 又把自己刚才的优势 西数送还 送回去了 这个时候你看 有点脱节 跟不上呀 主要蛇女一个反 这当备一个反大 后排全被大到了 不敢上了 这一波就不敢大了 这蛇女一个 老牛这个时候再上的话 就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协调上出了很大的问题 两个前排白死的 就雷克赛跟老牛 真的都是白死的 那现在的局面呢 RW又是反超了回来 但其实看这个体系 说实话还能打 能打可以能打 SDC它现在依然是能接团的 但是它们的combo 必须得配合好呀 它这个老牛啊 蛇女 赛恩不能乱配合了 这一波就可以了 因为蛇女现在有中亚 它可以在人群里面 去打一个人的伤害了 它这个必须要配合好 它这个combo 如果说有一环出现问题 被对方打成一个残局的话 就难了 就看一下RW能用这个弹幕 拉多少的经济吧 如果它们经济能够拉到五六千 其实正面团战是有点小优势的 应该拉不了那么多 拉不了那么多 讲到你正面还是一个 再能扩大个两三千就了不起了 那正面最多是55开呀 正面我觉得RW是能接的 但是它们的combo必须得打好 它们的combo必须要配合出来 它们几波银团其实都是小combo 有控制链接起来的 看一下这一边 哎呦 这个打在这个赛上还是很疼的 要守高地了 这个RW可能要让 是的 这个时候一个老头警告 老牛好像过不来 而且打野和AD都已经没血了 不过这边 清兵是真厉害啊 兵线清掉 但下一波兵线又要来了呀 这个RW 下一波兵线队友也来了 这波可能会在RW开团吗 还是不是长久之计啊 这个RW还要守 这三个蛇女的手打能力很强 真的能守 看有没有TP什么呢 也没人带TP了 那这样的话这一波就守住了 而且你再不走的话 这一波肯定要是被SDE找机会开团的 RW有个问题啊 它这个阵容点塔能力好差呀 哎 没有人去打断一下吗 哎呦 差一点点 它这RW的阵容有个问题 点塔能力特别差 因为他们点塔厉害的杰斯 手比较短 只要蛇女扑个腹地 老牛接上控 杰斯就直接没了 对 所以RW他们有了大龙女 后发现这个金鸡扩大不了 两个二手扩下来 扩大了一千的优势 就打完大龙BUFF之后啊 好像就推了一个塔 是的 一个下路一塔 所以这个局面啊 两边现在说实话 真的都都可以 都可以打回来的 对 卡莎要做一个中院看起来 这边霞的装备 马上输出桩要拉满了 如果霞能在团战里面 一直把伤害打出来的话 哎呦 这昌宏这个三人士玩的花呀 前后左翼各种飘 诶 这卡莎怎么 这个霞怎么又没血量了 被炮了两炮呗 这杰斯伤害还是有点高 穿甲 哎他出了一个死刑宣告 死刑宣告 哇这个腹地一扑 这个就是尽量的去拖延你 进攻了一个时间 奥拉夫开了狼头 在这里试图这个不停的试探 这边这个时候正面是不能再开团了 再开的话可能要出事 这边开团得靠蛇女或者老牛开 蛇女跟老牛现在没闪 哦好在有大拉夫的情况之下呢 是能够多利用四腰分推 带着一座外招 老牛又想让后开了 这波是一个机会 非常重大的失误 张乌鸡又被秒了 大招稍微抖了一下 而且华田也没有倒地 但是奥拉夫这个位置挺危险的 张乔鸡在对前面 雷克萨这边也挡一下 张乌鸡这边输出对方的前排 三云狠要倒了 差一次去 哎老牛把张乌鸡顶开了一下 这要的话老牛跟三云白死了 瞎还好在后面的输出拉满 特朗这边没拦了 蛇女没拦了 再追不上了 说实话这一波团战 FDG打得好烂 而且 GALA这一波团 好像没打什么伤害 对他们那个 开团的想法不错 但是 开的并不是很成功 跟上去的人 只有一个雷克赛 雷克赛加牛头 怎么可能秒了掉卡莎呢 这样的话 这一波直接又被拖一个二塔 其实这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 虽然还是老牛跟蛇女没闪感觉 因为不太好 跟上 这一波有了 这一波老牛的绕后很漂亮啊 是谁啊 是赛恩啊 是赛恩加上老牛 这两个人伤害 没有那么秒掉 杰斯打得好 杰斯把这个 霞给打退了 你感谢 杰斯一个人啊 你看霞在这边一直不敢伤害 不敢打伤害 杰斯在左边 这一波太可惜了 霞这波真的太可惜了 这一波杰斯打得好 他把霞给打退了 如果这个霞 他闪现往前闪的话 这一波二塔里面要被团灭的 但是他这个闪现跟大招 全部用来自保了 所以这一波的功劳 觉得真的要记在这个杰斯的头上 杰斯大清雨了 刚才这一波真的是 双C都没打出什么像样的伤害 如果能跟上一个输出啊 那个塔莎是立马就当场死亡的 这边蹲了一下 是个布隆 但是哎呦 这个雷克赛 平时能不能这么跳 这雷克赛 这个雷克赛 平时能不能这么跳 嘎拉没打的没闪的 嘎拉非常多危险 但是另外一边 这里能不能够杀杀将调 经常被逼出了自己的大招 嘎拉的伤害也是够高的 没人敢碰他你干系 这刀妹过来看一下 对方有几个保镖 算了 这一波赛恩不在 如果赛恩在的话 感觉SDG这里要强行开了 这嘎拉的伤害真的夸张 可惜啊 他那一波真的被杰斯给逼退了 如果杰斯不做那一波操作的话 他跟着这个卡莎往后退 那嘎拉这个闪现往前 那这一波直接爆炸了 只要能让这个嘎拉打出输出 RW应该是没人能扛得住 他两三下的 是的 但是不得不说啊 现在这个局面上 讲道理还是无限接近无误开 我觉得 我还是觉得SDG这个阵容 能打 能打 是能打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 就是赛恩之技能 被对方吃这个时间差 现在霞是没有闪现的 就是现在全退 只有霞没有闪现 对 那你说这个团怎么开 老牛跟蛇女 而且刀妹春歌了 刀妹三剑套 那这个刀妹就可以无脑往里冲了 但到现在刀妹也没不厉害我觉得 现在刀妹是不厉害了 现在舞台应该是ADC的 对 刀妹现在是个脚水棍 他要冲进去捣乱你的阵子 刀妹顶多会进去是个卖命的 对 现在已经过了他的时代了 哇 你要说卖命的 你想想看我赛恩 从第一分钟 对 就是个卖命的 现在已经石像鬼搬甲出来了 继续卖 这个赛恩的装备我太喜欢了 所有的CV都希望自己的上单有这种觉悟 是的 根本不用担心他的自活 打的非常快 真的打的非常快 这个位置你要过来硬打团的话 开车了 这一波只要把甘拉的输出打满就可以了 等一下先两个布隆 那这样把布隆没秒 这一包一下奥拉夫没大 奥拉夫没大 有闪 刀妹开始赶往战场 张昌是回家做什么去了 做大九头蛇去了吗 现在最夸张的是SDG的双C大招还在身上 这一波想要一勺打多的话 RW应该是急不了的 RW不好接了 只要把对方 奥拉夫这个时候只能拼命搏一下 能抢了 这敢进来探草的吗 也没人管 老牛点了一下先拿龙再说 后市团战不太敢进 不太敢进 这边奥拉夫要上 切对方的后排 推拉这边跟布海拉往后推一下 江桥可能要被卖了 这边没人敢打对方这个前排 江桥的闪现还好 活了下来 但是赛恩这边是 这往小鹏这里是 拆了个隧道 又点了个爆炸球果 想往对方的二塔附近 他现在就找个机会 用大勒拉夫的 加恩回城回家就行了 哎 虚竹不给机会 哎 这里隧道窜过来 哎还有个闪现 好灵活 还真能跑吗 应该能跑 哎呦大招 顶起来 还是跑不掉 这个可是个春哥啊 不过他敲了他好高 你看到没有 顶了一下张军有点痛 其实这波我感觉 他当时拿龙的时候有点慌 他第一时间想的是 先把这个龙拿下来 因为其实老牛在那个草丛里面 硬了好久 他能没有直接打他 他如果直接开团 RW应该是炸了 直接就爆炸了我感觉 对的 因为当时C位都有大 老牛还有全技能 只要控制住 接住一个什么腹地啊 石化什么的感觉 直接炸了 是的 但他那个时候想法比较单纯 也好也还也还好 我觉得 反正把龙拿下来 实惠实在 哇这把打出了第六条元素龙啊 沙拉这把真的输出打得太高了 他只要没人管这个侠的话 这个侠输出太恐怖了 哎 但我觉得这把侠 你觉得有必要出水银刀这种东西吗 好像没啥必要 好像没啥必要 好像没啥必要啊 他搞定春歌甲闪进去A人去算了 看一下他打算出什么 春歌哎漂亮 他下一波还有双招 他真的闪现过去换一个 我觉得都可以啊 对 他站出来 而且他的伤害说实话 换两个我感觉 那种边角料蹭一蹭 对面两个人就倒了 全没了 这一波有春歌甲的六神装侠 然后蛇女也有闪现 反观对面双C也有闪现 那么这一波 再加上大多巴夫的推进啊 这一波应该是要决定胜负了 这波非常的强壮 对非常的强壮 虽然落后四线经济 但是他们现在 我跟你说了嘛 阵容就是这样 他阵容好就是好嘛 哎他们点塔好像比对方厉害多了 厉害太多了 我手比较长 而且关键是 我有前排可以在前面挡着 不过这一波RW有两个春歌 三个春歌 K了K了这个位置 嘎拉来了 这里的侠 哎呀布鲁大招放空了 哎马可还在等 要开车了 开车 撞到卡莎 哎老牛哎呀 这个败年了呀 嘎拉要被秒了吧 交出一个大招还行 保护下自己的性命 发现这边被打出一个春歌 张无忌在刺打对方的马可 马可这边扛不住了 往后拉 布鲁基先倒地了 嘎拉的输出还是很高啊 斜思将强先后阵亡 嘘张无忌能换一个吗 换不掉了 这个阵容啊 这个阵容打 这老牛已经败年了都没有打过 这还是没办法 你表不掉这个嘎拉没用啊 这两边的ADC输出环境差太多了 可以专业解说 阵容阵容还是SDG好一点 这把打得虽然比较纠结 但是SD还是最后笑到了最后 嘎拉交出一个闪现 证明一下这把他的存在感 不过说实话牛头的后半段啊 他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包括把对方顶走 包括像刚才这种开团的失误 那这把他们下路打得还是相当 打得很不错 这把应该是SDG的下路carry了呀 carry了 SDG把他的下路选择打得非常的粗糙 这把雷克赛打得也好 雷克赛是在我们这个赛季第一场赢啊 刚才给他那个胜率 之前200雷克赛都没赢过的 是吧 对 这把SDG打得很漂亮 而且从ban pick开始 我就很喜欢SDG的ban pick 对 确实从阵容的合理性啊 容错力上来讲的话 这个阵容应该是要领先RW阵容的 RW就是一个3C 然后各平稳式的这样一个阵容 说实话我们解说过这么多场的比赛 这种阵容拿到优势以后 你不能有失误 还是那个问题 你得零失误才去 他这个阵容啊 你看手特别的短 对 一点塔都是个问题 你看他们拿了大龙以后 他上 别说上高地了 二塔点都很困难 是的 因为对方只要扑一个腹地 老牛仔那边虎视眈眈眈的望着看着你 还有我立一个赛恩站在那里 让你打 你就很怕 对 你就打吧 我这个赛恩看到你全AD阵容 我浑身上下全是物抗装 对 最后捕试暗鬼板甲 我真的是打不死 阵容强度上来讲的话 确实感觉 CG阵容拿的更合理一些 RW这把 我觉得他们打的比较亮眼的一个 就是在那个红buff出的一个刀妹三杀 是的 但是可惜的是 刀妹3-0之后 连续阵亡三次 把他本身的阶段给打没了 还有刚才判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两边都是拿了17个人 对 最后17比17 两边的人头都一样 17比17 所以一把的击杀数 今天好像 认识是要求什么 一把击杀数 跟对方死亡数是一样的 那不是废话吗 说一下 好 这样的话 第一场比赛 SDG是先获得了胜利 在这里听到大家 我们的炫酷神装第七件 战马能量不掉线 欢迎大家到京东商城 搜索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盖着到我们LPL的同款能量神装 用满耳的能量开锐全场 刚才这一场真的是打得 反正有来有回 有来有回 我看到上校也在左右摇摆 他那个曲线 说到上校 上校你这个系统更新坏了 上校 更新了 可能是吞话了一下 也不是更新了 说实话 以我们对上校的理解 在刚才那个局的 上校一定是认为SDG阵容好 今天可能上校过年第一天上班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不过确实右边拿到的阵容 都是些什么 我们刚才仔细去看一下 其实右边拿到的阵容 都是一些高胜率英雄 对吧 像杰斯 因为这种英雄 往往他拿回来的选手 都会比较自信 然后整个的队伍也会围绕他去 建立一些体系来打 杰斯 卡莎 包括刀妹 其实都算是胜率还可以的英雄 反正感觉右边的阵容 组合到一会儿不太好赢 对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左边的阵容 左边就是有打工的 有K头的 对 就是我们如果自己打Rank的话 我们在左边这个阵容 我们心里就会很踏实 特别是你在左边打双C 对 我觉得很爽 有兄弟们都很给力 往前搜 然后又看一下赛恩的装备 什么兵拳 巨熟 花里胡哨的没有 是的 第一件忍者鞋 第二件小穿 也是那个小荆棘甲 对 然后第三件直接摸了个啥在这 学手啊 学手达兵性 还有一个大板甲 这真的是绝望 对 对面纯一滴这种 就只能绝望了 还有这个赛恩你还别说 刚才看人家最后的伤害面吧 很高 他就光死那几次被动都摟了好几下 我感觉 是的 而且他的Q技能放得特别好 包括下路那一波 如果不是他的一个草丛里的Q的话 可能那一波就要被烦 就炸了对吧 是的 所以往往这个时候 MVP就会特别难给 我反正还得给Gala Gala Gala我就一直在念他名字 不就感觉一直在GalaGala的 感觉他打的确实没什么毛病 这把你说你说他这个 什么选手的势力值 无济哥哥现在 这为什么中路会这么高 这为什么中路会这么高 这可能 94.7的5.3 可能有这个 独特的一个粉丝吧 MV应该是Gala 这把应该下路 下路没跑 徐竹第一 然后是张无济 然后是奇亚 哇 这把说实话 这个米勒女粉爱娃娃 这个观众 这是每次都特别支持我们的2P 是的 每次都能看到他 说到这把 张无济跟Gala 对线我觉得 有点太失误了 这个对线没有理由说 直接产生一次击杀的 但是我们在之前 选到这个阵容的时候 我就说 下路的对线 一定是霞那边是优势的 对 但是 现在我们看LPL 即使你拿到枪布隆卢西安 或者说这种 技工技比较强 对线击杀太快了 因为他对线 我看下是被杀一次 然后还被压了好多刀 然后一塔还没了 这场下巴可能 张无济跟Gala 所以这把作为RW他们的一个 比较稳定的carry路 可能下把发挥 要更加的好一些 是的 期待他们的一个表现 那下一把呢 应该是RW选 主动选边 所以今天要期待一下 他们选哪边 不过在这之前看一下 MVP是不是Gala 不是啊 不是啊 是昌侯好像是 是 3N嘛 是吧 昌侯嘛 对位经济差-2800 成商战比33% -2800 战绩1-7-13 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打工皇帝 但是 人头你拿但是 伤害我扛 对我觉得这个MVP给 说明我们的MVP系统也进化了 这个确实是给的不错的 伤害战比好高啊 成商战比 33%我好像第一次见 33%的成商战比 然后他的伤害战比有20% 全场比赛都在打我 都在打我 然后我还不打人头 人头全是我们的 所以就MVP的 MVP是个安慰奖 什么说什么呢 希望所有的上单选手 所有的上单玩家 都能向他学习 都能向他学习 当你选择到坦克的时候 要这样才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 我说我怎么上不了分呢 我觉悟不够 我老想选一个混子 在后面放技能 你老想搞个什么 选个赛恩弄个聚酒 不敢上去送 还是得上去出肉扛上来 对 谢谢昌宏 这个打的确实是非常的到位 他完全承担了一个 上路坦克应该做的一切 对吧 确实很给力 等下这把他们的双C太幸福了 真的太舒服了 我们今天得到消息 RW将会在第二场比赛当中 选择蓝色方 并且更换打野选手 好 那这边的话就要期待一下 更换的打野选手 以后的RW在第二场比赛 能不能够扳回一城呢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回来看双方的第二场较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